大家好,我是小静 这几天天气非常的炎热 深深地感受到了夏天的气息 每到这个时候 我们家都会煮上一些简单又好喝的汤水 这个方法也是奶奶教我的 食材非常的简单 用到的是绿豆和鸡蛋 奶奶说这是一道非常适合初夏的吃法 作用拿钱都买不到 我们一起看一下吧 首先准备30颗绿豆倒入碗中 先加入一碗清水 把绿豆清洗一下 要说到夏天最适合吃的豆类 那当属绿豆了 绿豆不仅可以解暑 还可以提供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绿豆虽小 但是它的营养价值不容小觑 清洗干净的绿豆 把它控水捞出来 接着把绿豆放入平底锅中翻炒一下 先开中火慢慢把它的水分炒干 炒干水分之后再转小火 绿豆放锅里炒一炒 主要是为了缩短绿豆的煮制时间 炒的时间不用过长 也不用把它炒熟 大约炒两分钟就可以了 炒制好的绿豆 我们迅速把它倒入砂锅中 然后加入适量的凉水 利用热胀冷酥的原理 这样绿豆很快就能煮软烂 先开大火 把水烧开 这期间我们再把鸡蛋放入碗中 加入一碗清水 先把鸡蛋清洗一下 绿豆搭配鸡蛋 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它有什么作用 绿豆可以解暑 鸡蛋能够提供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 尤其在初夏 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外热内寒的情况 多吃点绿豆鸡蛋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把鸡蛋打入碗中 再把它充分地搅散 接着再准备10克枸杞 加入一勺面粉 再加入一碗清水 把枸杞清洗一下 我们都知道枸杞在晾晒运输过程中 会有非常多的灰尘 利用面粉的吸附性 可以吸附表层的灰尘和杂质 用清水再清洗两遍 这样枸杞吃起来就非常的干净了 清洗干净的枸杞 用滤网过滤出来备用 10分钟之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 绿豆煮出来的原色 碧绿碧绿的 要想把绿豆汤煮好 其实需要很多的技巧 首先不能开盖煮 这个是我开盖煮了10分钟之后 绿豆汤的颜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已经变成红色了 所以要想绿豆汤喝起来必滤 一定不要开盖煮 再者煮绿豆汤的时候 我们不要选择铁锅 铁锅也会使绿豆汤变成红色 小火煮10分钟之后 放一块冰糖进去 然后再把准备好的枸杞倒进去 先把它搅拌一下 煮上两分钟的时间 两分钟之后 再把准备好的鸡蛋倒进去 然后用勺子搅拌一下 形成蛋花之后就可以关火了 这道绿豆蛋花汤喝起来味道鲜美 非常的好喝 在炎热的夏天 喝上一碗绿豆蛋花汤 既解暑又补充营养 加入了枸杞 还有很好的滋补作用 另外绿豆也是清干解干毒的好食材 还可以清干明目 使我们的皮肤变得越来越好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这个夏天 要记得给家人做上一碗绿豆蛋花汤哦 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帮忙点个赞吧 我每天都会分享养生视频 记得关注我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